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宪法大厅举行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 十多位来自欧亚澳美的东西方法轮功学员 分享了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实践真善忍法理的心得体会 2011年华盛顿第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7月16日大约4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 汇聚在宪法大厅参加每年一度在华盛顿DC举行的修炼心得交流会 会上十多位来自欧洲亚洲澳洲和北美的东西方学员 分享了他们在生活与工作中如何实践真善忍的法理 并在反迫害中坚持不懈和平理性讲真相的心得体会 来自新唐人亚太台的吴先生 谈了在新唐人亚太续约案中如何维护播出平台的体会 我们不只要维持新唐人的电视台形式 更要让它的播送管道不受任何阻碍 所以卫星讲真相这个平台 无论如何都要让它继续播送下去 来自英国的刘先生介绍了在寻找神韵演出剧场中 面对考验整体提高的过程 精诚所至 今时为开 大法地址的整体状态和新兴的提升 环境也在变化 经过几个月的等待 剧院终于给我们来信了 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还有学员分享了如何向大陆民众讲真相 劝三退 以及在大剧院媒体工作中的修炼心得 听到东西方学员们真切感人的交流 与会的学员们都感到深受鼓舞 不时爆发出热烈掌声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